詞曲 李宗盛 編曲 李宗盛 我今天負責任負責開場 負責領導 今天很高興能夠跟韋文 還有運輸一起同台 今天活動非常多 實際在其南路有一個封街 實際上太陽不遠的三一八旋遊記錄片 但是我也很歡迎大家 都到華山去電影院看他們 買一張票進去看這次三一八旋 你知道你對台灣的影響是怎麼樣子 那其實人情人在那邊 電影不一定好看 但是就是海豹興趣看的不錯 所以今天留意在這邊 我覺得很棒 那大家可以看到市場給貴嗎 但是我們今天的主題叫做 公民不滿足 市場達樂嗎 那我覺得很有意思 剛剛有一些有個宜蘭的朋友說 他在看好戲對不對 然後台北的朋友說 他其實很頭疼 不知道要怎麼選 那台中的朋友說 因為台中不曉得也沒有市場給問 那市場答樂嗎 想來看台北的候選人是怎麼答 我覺得這幾年 尤其這兩年 我們感覺到就是台灣的 他們也是很不滿足的 這個不滿足的原因 就是因為我們的政治人物 用了太多的堂塞語言 來面對我們的提問 那也就是因為這個樣子 一波又一波的不滿足的行動才會出來 不管是說大浦 是檸檬家 或是美育灣 三一八學運 魔法錯事件 其實我看到很多很多的事件 我們都沒有得到一個好的回答 那大家都知道我們現在的使用者 是學什麼出來對不對 正式傳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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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有一個朋友是學正式傳播 正式傳播很多的功效就是說 它是到人民 它的假設是人民的attention是有限的 在有限attention裡面 反正有沒有會有一個 剛剛聽到一個年輕人說什麼 小破例子啊 然後還有一個 永遠有一個酒馬刀事件 會點蓋一個重要的議題 它考驗我們人民對於公共議題的耐性 還有配合精選的程度 那其實去第一選舉 已經是不到一個月的時間了 為什麼這次選舉特別重要 原因就在於說 這兩年的公民運動這麼恐怖 那在遺囑制度之下 選舉是一個很重要的手段 它去考驗到底我們對於執政者的政策 到底我們對於執政者的回應 是不是滿意 所以我覺得這兩年來過運動這麼蓬勃 然後第一次的大選比較全國性的選舉 這也是為什麼這場選舉 會感覺還是特別重要的 那今天請到柳玲呢 我自己對她的 當我們今天第一次見面 我對她的印象當然當然就是 活動就事件的時候 她號召特首亂上街頭 但我另外一個比較深刻的印象 是在三一八學院的時候 她其實是很默默的進入了醫生團隊 她在進入醫生團隊的同時呢 她把賴盒跟誰的照片 講灰水的照片就貼在上面 她說要不斷的提醒自己的初衷 那我剛剛在上面 外面跟大家聊天的時候 我覺得很有意思喔 我在電視上看她 她可能都是偷偷不絕 人們會講話 其實她是一個比較 不能講安靜 但是她比較適合平處 那她說她跟那個賴酒一樣 是在父母私交 但是她兩個當然跟賴油不一樣 那她跟朋友的相處很有趣是說 有一次她跟另外一個同學 為什麼可以在一起聊天九十分鐘 是因為她都在起舊 在CPR有一個令人 所以在那個時間點 她們有時間可以相處這麼久 所以你看她的個性 平常是比較蠕蜜的 比較思考型的人物 但是當她需要 當這個社會需要她的時候 她是很願意站上台 站上舞台去表現 不是表現啊 去傳達自己 去幫助別人的喔 那今天請她來 當然就是她跟祖儀 祖儀是過草的發言人喔 那屬於她自己背景是學經濟的 那這群人也都是在 社會運動的場合中 遇見然後 那個天氣地打開的 我就知道說 原來都是 雷達項目的人 願意為台灣做一些事情 所以今天我們的重點會再說 可能待會兒先把這個主持棒 交給他們 請劉林先談一談 為什麼她要做市場給問嗎 這個網站 然後今天還有一個女友宿 叫大家能發現 其實我們有七個 這個待會兒市場候選人對不對 那祖儀 剛剛也有一個朋友說 我們是不是有騙費 是不是只知道 柯跟臉 那過草我覺得很棒 她把所有的平台都公開了 所以她知道有七個候選人 她們特別去訪問了 每一個候選人 那發現其中有個候選人居然是 街友 或是說流媒體沒有人發現 居然其中有個候選人是街友 那這個過程其實祖儀 大家可以分享給大家知道就是 為什麼其實我們一定要 pay attention 我們一個candidates 但是我們主流媒體沒有做 但是莫少發現 她們是怎麼樣發現的過程 為什麼你們的街友 原因或是要出來選舉 所以我們待會兒先請劉林來 談談這個網站 然後你們的發現 然後還有阻力可以跟我們分享 一些有趣的故事 我們現在出一些掌聲 歡迎他們兩位 謝謝 然後再來 我覺得我們站著的講話好了 因為跟站著講話 可能看到 每一位的那個眼神 然後坐著都是看到厲害的人 那別人說別人睡覺我都不知道 哈哈哈哈 那 這樣子比較自在 就是 呃 嗨 今天今天來我還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呃 我們 剛剛說為什麼會做 呃 市場流媒體的網站 那做市場流媒體 我們要往前提 就是說為什麼我們要做 過草這個東西 那 這樣做過草的過程 事實上是 有一段的脈絡 那 從我們那時候做 呃 洪洪秋的 呃 事件跟大家抗證之後 然後我們在去年的十月十號 我們有助理 另外一場 呃 要求要 我們那時候認同天下為公 完全有 那時候大概一百元寫 那時候其實有幾萬個 那是 服貿第一場 大規模的 丟行 那時候我們要求的訴求就是 呃 呃 對黑箱服貿 黑箱服貿重啟台湾 第二個要 我們要求要 呃 降低選舉的能坎 那是降低公投能坎 降低霸能坎 降低分區的能坎 把真正的公民的選舉拿回來 但那個時候 我們的 呃 抗證有這樣幾個訴求 我們也跑到了 呃 自由工廠 然後我們佔領了中正廟 我們把中正廟佔領起來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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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掛下我們的大規模條 那應該是中正廟第一次被 佔領 我們應該算偷襲成功啦 因為我們本來應該要講說 我們要 走進去一遍 可是那時候我們的計劃要偷襲他 為什麼 因為 我們在一個最 威權的地方 把他佔領了 那個 某種程度上面 我們就是在那個地方 做一次的 虛偽喧化 那但是那一次呢 剛才之後還是沒有結果的 因為 可以想什麼還是 持續在進行中 不然也不會後來 有三月的 呃 每天都一起坐在街上的話 我們可能已經革命了 然後 對 有人就會被丟到台灣 還是下來 但是 但是我們 我們不能一直出現這樣的情形 那我們要怎麼來解決這個問題呢 我們一直覺得 呃 在做 呃 當年 去年 我抱持了一個精神 是希望 呃 降低所有人 人眾 參與的門檻 所以那時候要 身上重修運動 很簡單 就穿一件白色的衣服 就可以上街了 剩下我們來幫他們處理好 然後 第二個是我們 希望增加 門與人之間的連結 所以我們那時候做了 非常多的活動 跟宣傳 都是 利用Facebook 利用PTT 還有非常多的活動 但是都希望大家 可以 透過這樣 產生很多連結之後 你可以一起走上街頭 一起來參與一些事情 一起做一些改變 那就是抱持了這樣一個精神 但是 呃 我們又看到 很多事情沒有一個結果 所以那時候我們在想說 那我 我那時候在想 有沒有可能做一件事情是 呃 不需要 不需要 實實的有人在街頭上面 不是 實實的 我都希望我們在街頭上面 應該這樣講 但是不需要隨時 給我打那個人 很重要上街頭 我們才能夠解決一些問題 所以我們希望 呃 透過這個方式 來降低民眾 參與政治的一個門檻 那所以 那時候就有做 國曹理會構想 那中國曹理會構想 那中國曹理會構想 一開始的時候 我們第一個要做的事情是 國會無雙語那個網站 國會無雙語網站 在監督國會的 那為什麼 我們會選擇 國會做為一個監督的對象呢 那是因為 呃 我們日常生活中的 十一住行的大小事 全部都會在 呃 呃 立法院裡面 就在我們國會裡面去發生 包含大家吃了 食物油的問題 食品和水馬最近在修 然後 在 上個禮拜的時候 有進行過非常多的討論 那 這禮拜 有潮禮協商 等等的 那 除了這個以外 大家的 呃 生育 有關生育的 一些 呃 產假的問題啊 這也是在今天這幾天在做討論 然後 呃 包括很多有每天的東西 氣象局的預算 前天可能我們生物協 就省過去了 那沒有被刪到什麼預算 那每天 其實大家都 每天國會裡面都發生了非常多事情 然後決定你的 呃 我們這個國家 我們這個國家 我們這個國家是怎麼去運作的 所有的法令 然後所有的政策 預算 都在那個地方去解決 所以如果說我們不去 我們關注國會 應該是我們關心這個國家政治的第一步 所以我們 呃 做國務狀態的網站 是希望說 呃 通過這樣的傳播 讓更多的了解 這個國家正在發生什麼事情 當你了解 看了國務狀態的東西之後 你就會體會到 其實 生活及政治 你的 你的生活裡面 每一件事情 都跟政治有關 那 以前你會覺得 吃路邊攤跟政治無關 那經過這次使用油的 事情的時候 你難道還要覺得它跟 政治無關嗎 事實上 是有關係的 我們選擇要利用一次一次的事件 然後一次一次的肌肉 然後一次一次的肌肉 這些事情 讓你要知道 你的生活 每一件事情都跟政治有關 那民眾體會到這些事情之後 我們要做的事情 就是要降低民眾參與政治的能力看 當他發現自己 呃 想要關心政治 但是他表達政治 呃 看法 的能力 只有四年次的選舉 這是非常荒謬的事情 就是我 其實我隨時都對這些議題 有意見啊 有想法啊 那但是我的聲音是 不會傳到到 後 這些政治人物的 而你的 甚至他也不知道 我們真的有什麼的憤怒 然後我們的憤怒 也沒辦法去團結在一起 除非是爆發非常大的 社會抗爭 才會發 才會 才能真的有可能去 產生一些影響 而且有的時候也未必 所以 那我們 我們現在很大的問題 就是 呃 民主已經失靈了 我們民主失靈的狀況 是因為代義民主的失靈 大家都知道 現在選上就是游泳玩四年 嘛 要不你也 不罷免得了他 演練大學還爽啊 演練大學你去跳課 還要被點名 鬥一台還要被對 你看 你看 那個 現在 呃 蔡振宇 從來沒有質詢過啊 從來沒有質詢過 從來沒有質詢過 從來我都學習 可是他 他其實也是照臉啊 這是比演大學還爽 所以有些 立法院在 立法院在 立法院笑說 你們這些老學院的學生 被你們賺起毛錢 之後再來 怎樣 或是你們這些不好好讀書 什麼大學生怎樣怎樣 我都會想說 啊你連大學生都不如啊 人家大學生還會上課 你們上課都沒有 所以你連去上班 之後你基本該做什麼都沒有 所以現在的確實的 狀況是這個樣子的 就是 呃 其實政治就是一個分配的過程 就是分配的過程 但是 我們現在的政治會發現 是 贏者全拿的 就贏者全拿 現在 國民黨是在 國會是多數 所以他就喜歡贏者全拿 所以 你會看到 福茂這個事情 有這麼大的爭議 但是他的席次就多 所以他想贏者全拿 他就是用 各式各樣的意識技巧 然後 能數的優勢 他要掩蓋掉其他任何 對他不滿的聲音 他就是要硬要把東西通過去 即使現在的民意是 不支持他的 多數民意不支持福茂 這樣子的方式去限定 多數民眾反對福茂 但是更多民眾反對福茂 用這樣子的方式去限定 但是 他 或許尊重民意 他會直接表示民意 因為 在現行的代言的主下 他贏者全拿 他就是要 趁著他還有 這樣子可以贏者全拿的機會 趕快把 他想往打爭 都拿走 那 所以你就看到這樣 所以我們會發現 我們對 直接民主 是有 非常大的期待的 收入之後 都會想說 哇 我們要是跟瑞士一樣 就好了 就是 我們沒有直接民主 然後 我們每次 可能半年一年幾個月 我們就會有很多 不同的風投 然後簡單的多數覺 那我們就可以真的 變成一個民主的國度了 但是 我們又要想看 直接民主 是一個畢竟的一條路 我們一定要 我們要常用這個方向走 是沒錯的 但是直接民主的成本 會不會比較高 事實上也會啊 事實上也會 那我們有沒有可能 在這個時代 我們做出不一樣的直接民主 我的意思就是動態的民主 我們有沒有可能做動態的民主 我說動態民主 就像 事實上 它事實上就是一個 動態民主的prototype 民眾在這邊 他可以去 把握 把握之後 民眾可以去延熟集氣 那個時代 那個時候的動態民意 就會這樣子的方式去呈現 然後 候選人就會來 回應人的問題 那是回應人的動態民意 那 大家可以在上面看到 很多議題是各文的 包含 一些人群問題 同志啊 西伊勇的問題 或是 灌個洞支援在 一個人群打了 人 這樣子一些人群問題 但是上面 或許 你會知道 這個是挺重開心的 像現在很熱情 熱門的議題 像tm er 就是 動態皆殺的相關問題 原本動態皆殺的相關問題 是熱門的 所以你會發現 哇 那個 連勝委員出來拍說他跟狗 我一直說 他們就會拍一些 特地棄告 有時候你看現在東泰民是這樣子 原來是在意這件事情的 他就說這件事情 所以那個時候我們從中國武裝開始之後 我們要展開第二個裝看 在經營一二月的時候我們就在想 台灣人是很在乎選舉的 台灣人的投票率是顯世界排名前面的高 所以台灣人可能平常不那麼關係政治 但是台灣人是很在乎選舉這些事情的 大家對選舉是樂種的 所以我們想要做東泰民主的第一件事情 也許我們就會從選舉開始做 那追求市場給我媽在那個網站 那像給我媽是一個網站 他的期待是這樣子的 因為我們的選舉是 就是搖起那盤 登大國廣告 買雜誌的負面 糟了我現在是男後選的 就是騎骸啊 就是騎骸啊 然後走路工啊 綁裝啊 以前選舉不是都這樣子搞的嗎 然後 所以就是努力讓民眾討厭另外一候選人 然後他就會成功 然後而且與世不爽啊 那現在我們期待選舉應該是什麼 我們回到我們的選舉最原本的想像 那就是有一個人 他想要出來為人民服務 所以他就要告訴民眾說我是誰 我主張什麼樣的理念 然後我也願意傾聽你的意見 跟你對話 那 所以 我們做了一個市場給我媽家的平台 民眾可以來對候選人發問 你可以來問任何你想要的問題 只要不涉及很特定的 人身攻擊等等的 我們有一些很簡單的版規 那都是非常基本的 就是你不要一開始就罵人家什麼 或罵那什麼那個 哇 很糟糕的多少天的話 那不是要公共對話的 不是 不是要散了任何對話嗎 你只要單純要露罵的話 那你去別地方罵 可是在這邊 你就是來 問的是一個時期的問題 接下來你重去連署 連署完之後 候選人就會來跟你回答 那這就是這個我們在最基本的一個概念 那我們在那2月的時候 我們在某一個下午 瘋狂的討論完之後 每一兩禮拜 我們的優秀工程師們 就把這個網站的雛形 就做出來了 然後我們那時候 就做了一個 veta版的測試 然後就上線 那在2月到這段過程中 我們陸陸續續 又做了非常多 街面上面 還有內容上面的 調整跟改版 那除了這個網站上面的 技術問題以外 其實更艱困的是 跟候選人的 互動的過程 大家應該可以想見 有些人 你叫他就會來 或是你不叫他 他都會來 例如 鵬哥 對 我不知道 或是 鵬哥講說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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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目前是大體育成高的落選了 那有些人會覺得 你應該可以想見 所以 他不是 這麼容易可以搞定的 好 所以 所以 主網站的架設過程中 的一個問題 其實 最困難的地方 應該在於 就是 跟這些候選人 互動的過程 還有 這樣一個平台 他以前 沒有人用過 如果 如果我們今天要架一個 購物網站的話 所以 例如說我是PC 他是ASAP 所以 他要做ASAP的網站的時候 要去架一個差不多 那樣的東西就好嘛 反正 購物網站大家很熟悉 就是 點進去之後 它就是長這個樣子 購物網站 然後 你要點什麼點什麼 然後收起來就在什麼地方 就是長這個樣子 所以 你點進去之後 民眾不知道怎麼用 可是 像 市場羽毛站的網站是 以前這樣就沒有人做過 所以 要整個讓民眾一點興趣之後 然後 就會知道 他 該怎麼用 那 那就是很困難的事情 我記得我們一開始的時候 常常發生消化 就是 我們在我們這一輩子 都在宣傳說 我們要宣傳市場羽毛站 那時候你可以來這邊提問喔 結果 就在那個 本事業的留言底下 好多民眾要跟提問 他們沒有去網站裡面 他們就在我們的留言底下 就開始提問了 這就是 這就是 民眾以前沒有用過這樣的東西 所以他就 不知道該怎麼用 這個也是我們在 做這件事情中 遇到非常大的一些問題 那 這個網站 進到目前為止 已經有數百個問題被 提出來 然後有幾十個問題被唸出成功 也有幾十個問題被 回答了 那 非常之論 我們高興是 所有的 候選人 所有的幾位 特別的候選人 他因為一些特別的原因 不要出於會講 那有些原因 可能我覺得很有趣 他真的沒有要回答 以外 其他多數的候選人 甚至是主要的三個候選人 他們都已經上來 回答了不少問題 那 這個網站 其實 如同我們的預期 它發揮了一些功效 我們那時候就期待這個網站 會發生什麼事情 第一件事情是 它是一個 表達民意的平台 因為很多人都問這個問題 就代表民眾關係的問題 所以 我們看到那些民眾關係的問題 所以 候選人 確實都我在他們的政見上面 或者是 在回答上面去做一系列的活動 然後 第二個是 它 它是有機會讓 真意被圖銜的平台 包含像 同事的議題 通知議題最近很熱門 通知友情才剛結束 結果我們會發現 有些候選人 很早就要想答 通知議題了 像鳳哥 雖然他很常常被通知 然後後來被讚 可是 他很快來的時候 他很快來的時候 都被拉通知問題了 然後 可以來 都被拉通知問題了 然後 李仁就在那天 掛了一個 東西之後 然後他又把它收起來了 那 那 事實上它是一個 會讓真意被投了 被對話的一個 比台 在這個過程中 你會發現這個活動 會發現 你看多數候選人 敢對同知議題去做表態 也有不敢 那 代表這個社會 事實上在 逐漸走向 個人權 個人權 然後 同志的權力是 更被保障的一個狀態 那它是一個真意的問題 以往 市場候選人 會願意對同知議題表態嗎 基本上是 沒有的 不太敢 因為這個有爭議嗎 跟同志 被死 誰敢碰 就是沒有人敢碰 可是 像顧力熊 他在初選前 他就過被死 沒有勇敢 所以 所以 在這樣的問題 我們期待 它是一個公共政策對話的可見 它不一定會是一個 真的一個市場的政見 但是我們的假想是 台北市場有了 當選的 或參選的 它以後都是 準政風格局的 對不對 以前的市場有 李登輝 當總統 黃大總 消失了 然後 然後 陳水扁 當總統會被關了 現在還在被關 然後 很久 所以 它現在好容易 所以這些人都是 Potential的總統的候選人 所以 它 事實上也要展現出 它會回答這些問題 也在展現出它的一個局面高度 它如果今天面對的是一個全國系的問題 它屬於 它屬於是台灣最大的都市 它也應該要那個去回答一些全國大型大型的問題 當然它在回答這個過程中 事實上就是讓這些 原本 大家沒有辦法在台面上面 做出公共討論的一些議題 被達到一些辯論 然後對話的一個空間 那在這次選舉中 我們可以看到 同志議題 還有 機友的議題 也被討論到 以往 以往大家也都會覺得 有些人就是 像那個 小微 他就潑水嘛 就潑水 把他趕走 可是 你會看到 像我們的 柯先生 他們的 對遊民的相關的政策 都展現出了 相對的一些 冷道的公開 那就是 非常好的事情 那 政治網站 當然還會有很多 力有未來的地方 例如說 候選人他們在 回答的那些過程中 回答的頻率 節奏等等 往往都不是我們都說 不能展覆的 因為我們會看到 風格戲很快速的 就一次答 很快速一次答 那他這個地方 系統上 我覺得已經有 他個版的感覺 對 他會在這方面 很快的回答他的聲件 那因為他的聲件發表 不一定有很多它們都要去看 對不對 可是他在這裡面發表 他會被看到 那 那柯先生 他們可能會有一些 固定 很多的問題 我們自己去問他說 他都有答案 可是他都不要亂來發表 所以 一直一直都在打 一直都在打 為什麼 因為他們有自己 懸善的節奏 他自己的政策 想要在 這個禮拜發 他總不能三個禮拜前 我就在 這裡為答 也不太好 所以他有一些現實操縱上的顧慮 現在這個東西可能都不是我們所採摩的 但也許在以後我們再做其他的文化上市的時候 我們都可以把這些事件繼續起來 以後可以再做一些事情 那盛利文化它基本上是一個 東泰民主的一個初步的概念 然後一個初步平台 我們期待它在這一次選舉可以發揮一些些作用 或者帶來一些選舉不一樣的想像 我們透過這個平台 這個技術我們也做了跟PTE的相名有約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那一次的直播 事實上那一次的直播 柯跟聯收視的民眾都有超過10萬人 那其實是一個滿精神的收視率 因為一個有線台來說就是超過1%的收視率 事實上很多電視台都還達不到這樣的收視率 那我們是如何做呢 那個時候我們的收集問題的方法就很特別 因為我們如果說學歷姐要專訪 也是我們會點中行柯文哲的時候 他們就會先掏召 就說我今天要防止問題 有時候會 有時候會 所以我會一直說 我會 我們會給他獎金嗎 對 到現場的時候拿到他那裡 對 通常就是比較快樂的節目 比較溫和的節目 在現場會有很多的追蹤 那有些主 這些電視台 他們常常會有問題就是 我相信 柯先生如果去Stanley 跟去TPPS 那感覺 可能會很不一樣 對 或是動一聲 他們感覺會很不一樣 所以 所以 他就不是說 他是冒著生命危險在上正論節目嗎 所以 那是 確實是感覺非常不一樣的 那通過我們的 提問機制 那時候我們跟BPL有說 我們架了一個PPE 市場有約的一個 公報網 市場有約 然後說會市場給我們 做一個特殊的網站 民眾可以一樣 用市場給我們 來提問的方式 提問完之後 民眾就會連署 然後我們就按照 連署的一個順序 1 2 3 這樣子打下來 那他是完全的 每隔閃落的 所以 你會看到 像連先生 他 可以泡沫滾滾滾滾滾 那時候第一題 人家就問他說 你會經歸的 什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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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後來就問他說 你根本沒有一張證照 你怎麼可以當什麼什麼什麼 哇 那個沒一個 那時候你的網軍被棋敵 見面 你對這事情有什麼感想 那真的是非常的 犀利 那真的非常的犀利 但是這也是被問了很多問題 所以 所以 我們就沒有辦法去對這件事情 去作弊 就是沒有什麼 人有主場優勢 就是那個時候的主場優勢 就是 所有的 所有參與的民眾 那個地方優勢 不會是那個電視台 或是那個主辦的單位 但這個東西 蠻有趣的 因為 這就是跳脫了 一網 電視節目的製作概念 因為我們電視節目 之前製作概念 也是上對下的 就是 製作人他想要做什麼 然後節目期望 就會做什麼東西 然後 跟這些訪單人 他們彼此是有的互動 然後 然後 連眾就是被動去餵養 你要去看的那些東西 那 我們這段方式是 民眾來提問 然後 民眾來決定要 他回答什麼 然後主持人 就按照這個順序來回答他 那什麼 所以 這個節目從頭到尾 其實是一個由下而上的概念 是 單準的 因為我們的 電視製作 或是節目製作的概念 是真正的 人民當家做主的概念 那跟我們的過潮精神是很一樣的 就是我們也是希望透過這樣的五戰 來幫他轉學這件事情 那 在這段節目中 發生了非常多有趣 不好玩的事情 譬如說 嚴先生他回答的經歸的相關問題 後來在後續的幾天的 這個節目 是連續的 一直在追答 他當天在節目上面回答的這些問題 也實際上會產生了一些改變的影響 那這個 我現在對這件事情看法是這樣子 就是 在 去年我們搞紅紅球日動 到後來 三月的這場大協力抗爭之後 那 民眾都在想就是 鄉民都來了 很多人都把鄉民都來了 這個 接下來的 世界 可能是鄉民的世界 可是大家又都不太知道鄉民在哪裡 就是說 那鄉民到底是什麼 那鄉民到底是什麼 那其實鄉民就是你跟我 就是你跟我 然後 可是鄉民是個相對的很 很虛無飄飄的概念 對嗎 我就舉個例子 呃 行政院他們現在做了一個行政院青年摩爾團 但是在 三月的運動之後 他們做了一個戰場 他們說要跟青年對話 他們想要跟青年對話 然後 為什麼我們會覺得這個東西 太適合 不太對 原因就是因為 他們又搞錯 他們又搞錯這件事情 他們 他們把 呃 整個鄉民 這件事情 因為在想說 他們就是某個社群 然後 比如社群的話我就抓到一個頭 然後我把這個頭抓進來之後 我就可以 崩潰 我就可以收編他們 然後 然後 然後這群人 你看 也我就可以拿這群人出去說 我們就代表青年的生意 你看我們收了這麼多青年顧問 我們也在青年生意 但是這些青年顧問成員 很多我們都認識 他們最大的壓力就是 好我根本不代表什麼人啊 我只代表我自己 對 然後 可是政府又很想要拿他們出去 說他就是 他就是某一個 什麼社團的社群 那這是創業圈的代表 這是教育圈的代表 這是什麼什麼代表 當他們講這些話 我相信那些代表人 本身都很懂 因為他隨時會去 就要被面對 還升到白宮其實說 你怎麼代表我 會不會是這個樣子 那 那我 我想想是 接下來的政治 可能會是 越來越來越去中心化 就是 就像三月的抗爭 真的 頭是 黃國昌 所以說 臉背板嗎 或是 香港的抗爭 真的就是 黃石窩窩窩在那群人嗎 長毛那群人嗎 事實上 接下來的公民運動 透過網路這樣的上面 他可能會是 越來越去中心化的 你抓不到頭 你抓了一個頭 接下來就會有另外一個人出來 現在是很可能 還會覺得說 我把黃國昌抓起來 這個運動就會 視為 就會 就會沒有 可是其實是沒有的 像我個人對 我對幾位有疲乏 裡面有守國 這種概念我就覺得 很荒謬 那時候要搞 8月3號遊行的時候 那時候我去申請那個 錄選 申請錄選 然後申請集會流行 然後 他就叫我去寫 有寫申請的 然後我就寫 然後他就警告我 他就嚇你 他就跟你講說 你到處舉牌3、4、6、6 我就手摸 按照機會有先把酒杯打算 我那時候就認識他 他說 你知道那天的手摸是誰嗎 那天的手摸是馬英雄啊 所有人都是因為馬英雄拿來的 又不是我 就是這樣子啊 我就跟他講說 我現在 那天我叫10萬人出來 我等一下叫人家講說 我們大家20萬人來折五 會有人來嗎 就不會有人來嗎 不會有人來 但不是因為我來的啊 大家是因為我一個世界 或是我一個 客人聽的個人群會來的啊 所以有手摸 這樣的概念是很落伍的 很莫其妙的 那 所以政府現在都還是在想 用這樣的思維在想事情 那事實上 我們現在實際上產生的轉變 就是 就是 相比怎麼樣去中心化的 去中心先生 他今天開始他的電視廣告 不放在YouTube上面 因為他怕被人家 又再去拿去 然後又改編了 然後 結果 到晚了都比真板還紅 可是他一直想說 我要告訴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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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抓不到啊 就抓不到啊 因為他們根本不知道 這個項目在哪裡 因為我知道在哪裡 那我覺得這件事情是非常頑屈的 那我對網路科系的發財 是非常期待的 因為 因為網路是一個非常適合來 搞清楚的東西 網路上面 它是真的一人一票一票一隻的 你在背書上面看的站就是一個站 對不對 你不會因為你是蘇貞上面 按的站裡面超大的站 或是你會卡片九按的站 變金色的站 不會嘛 不會每個人的 就是 每個人的站都是 同樣的一個站 然後除非你去買二維斯的獎 然後 那又是另外一回事 可是那些獎上都不會抖嘛 他們只能有一個戰爭的活動 所以 所以網路是 真的是非常適合來 搞 我們一組的一個東西 所以我們 希望 透過市場 有辦法這樣一個實驗 接下來我們才可以來做更多的事情 然後 讓動態引擎做平台 這樣的 夢想 某種程度 一步一步的實現 多一些夢想 比如說 黃國昌老師 他們現在在做 連鎖公投 他們要連鎖百萬份的連鎖書 然後現在做一個全國性的連鎖 需要十萬份連鎖書 是蠻辛苦的對不對 很辛苦的 你要花非常多的力量 能做這些事情 但是 如果有一天 我們做了一些 我們把貢獻民主的平台做神奇的人的時候 假設我們有 五十萬元拿完會員 我們要連鎖國這些事情的時候 我們就把這些東西給 發一個信給 所有的 會員們 然後 接下來他們如果同意的話 他就把這個東西 連鎖書印下 然後寄到一個特定的位置去 我們有沒有可能在一個禮拜內 弄成一個全國性的公投案 是有可能的 而且 而且也有可能 甚至有可能 我們根本也不用做這些事情的 而且就是 現在往上有非常多的民眾 我們就是要這個 然後政府要蠻幹要另外一個東西 然後我們就是 展現非常強的力 今天 你如果政府要蠻幹的話 那接下來可能就會有 很大型的社會人都發生 或是你的 你的謀文立委 就是會被罵免了 那我們真的就會讓 踩到這些政治人物的痛苦腳 那 這個是我們現在的一些夢想 那如果有一天 有一天我們真的可以 做到的話 我們不知道什麼 我們可以做到 或是任何人 你們跟這個想法 大家都會做嘗試 只要 有一天我們做到這件事情的時候 這個國家 說不定 真的就可以 真正的 off the people from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那這件事情就是 那就是 部長的作品是持續的一個夢想 對 謝謝 謝謝劉璦 謝謝劉璦 那我突然想到 就是大家 不曉得 我想今天可能那個 呃 連先生應該在搜狗掃街嘛 那其實這件事情 最有趣的就是說 掃街的畫面 大家都有在哪個屋上 對不對 因為就是 全部都是body bar 但是 他就說掃街的效果非常好 所以他們還有在去掃 那你會發現說 在網路社的事況 在網路的世界跟真實的世界有極大的斷列 在網路的世界裡面 反而是透過proud sourcing 就是有很多的 每一個人都是reporter 每一個人都是journalist 每一個人都是報碼仔 每一個人都是監督者 然後把這樣的訊息真實的傳遞到網路上 他反而 某個程度是轉過頭來去reshape傳統媒體看世界的方式 那我是想請教主題 因為剛剛其實 有影響到就是說 其實這些候選人 在一開始二月你們做 衛草這個網站 市場疑問嘛 他有些是可以不要扭你的 反正我有錢買廣告嘛 我有錢 在主流媒體也發聲 那你們怎麼樣 真的有power shift 嗎 就是說這個網站 幾個多月來 你真的有看見 權力的轉移嗎 我想這是 關於 gender setting 的這個部分 那第二個就是說 你們 你特別是你是跟候選人 或候選人團隊互動的窗口嘛 那可不可以也告訴青年來的朋友們 就是說有沒有一些比較有趣的經驗 因為我想通過的經驗大家都知道 就是因為他沒有什麼資源 所以他會很主動的運用每一個管道 那我想是不是在柯文哲和連勝文 特別是這兩大感覺比較powerful的這個主角上面 你們是怎麼樣回應的 他們是怎麼回應的 然後所以第一個問題是 真的有power shift 這件事情嗎 那第二個就是說 你要讓他們怎麼樣可以願意看到你們 然後回應你們的問題 你們用了哪些的策略 他們的概念是什麼 那我請就是 對 對 我們分享一下 OK 各位大家好 大家好 我們的名字叫做林祖明儀 那我是臥草班的 實際上剛剛聽有人這樣講的嘛 你還真的是喚醒了很多過去的回憶啊 你還不是不覺 我們這樣走了一年 超過一年的時間 在這分享之前 先跟大家講兩個小故事 臥草是大概是在去年十月左右的誕生 只是他一邊在誕生的時候 就是大家同時 對 同時當時 在公民運作跟別人 我還是有許多的參與 當時如果參加過兩場的服貿 我們會上去發言 那在第一次發言的時候 我印象還是很深刻 當時我去的時候 因為畢竟 當時服貿這個議題 還沒有很多人知道 可是至少 當時十月十號辦活動的時候 我們知道說 這是一個黑箱服貿 我們希望他重新談判 而且我們看到說 可能這個法流中 有許多有問題的地方 當時我代表公民團體 然後的時候 就參加他們的服貿公民會 於是說 我有八分鐘的時間 可以來協助公民團體 來表達聲音 我還記得在那次的場合 要表達 要討論的產業是 那個保險業 那另外還有像什麼 畜牧業啊 殯葬業啊 之類的 比較熱騰一點的 那另外一方面 我本身是學經濟的 我強項是在於是北京 然後還有 另外一方面 我很喜歡寫文字 我有出過我的 三四本相關產經的書籍這樣 在那個時候 於是我就很期待 我想說 對啊 雖然我們那天 張便的需要跟公司請假 然後都去 服貿國民會 而且是第一次要進到的 立法院這樣子 巡線都裡頭 然後 跟官員們講話 但是很緊張 好 不過很厲害 第一個首先是 我是到了 禮拜四的國民會 我是禮拜三的 中午的時候 才終於收到 最期待的資料 在那時候才有辦法 真的看到了發雕 然後 以及看到說 各部不會 對於這些產業的評估 也在那個時候 我才知道說 大概內容這樣 不重要 那不過因為沒辦法 因為畢竟已經 已經 收到的時間很短 所以我就只有 我就只好熬夜 然後來準備 相關的問題 然後說 準備說 我覺得說 在這樣的發雕之下 我覺得怎麼樣改 對台灣會變得更好 好 那於是當天的時候 我就前往了公民會 那當然第一個是 第一次就很緊張嘛 在第一次 在跟官員這樣子 講話 台下像武器般 現在我有看 Youtube 真的覺得當時 表現不錯這樣 那一天節目之後 我就是有點心得 所以第一個是 第一個是 上台果然是 會需要游泳機的 可是我那時候 政大的經濟所 還沒有畢業 當時 台下 我為政大的經濟所 非常非常大大的教授 那他是挺服貌的 好壞 他是我的指導教授 我上來的地區的話 就是 各位 老師好 你要特別跟他親近一下 然後後來之後 在台下 後來之後 台下的時候 他就跟我說 經濟所的 那你們要挺服貌啊 好 這時候 這時候我要鼓勵大家就會說 對 你要勇敢 對 然後我就跟他說 對 只是我這邊可能看法 和你們看一樣 最後 論文口試的時候 還是過來 對 希望我沒有知道怎麼刁難 所有東西 一個人都鼓勵大家 可是第二個 那第二個要表達就是 我當天 回去之後 可是我其實很失望 因為我當時提出了 我印象中大概有18個 提出18個缺點吧 等於是說 我向政府 問了18個問題 卻沒有任何的回憶 公平會辦完之後 就結束了 唉 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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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這樣熬夜還跟指導叫做槓上 對 就是如同今天的主題 公平問的 可是政府有回答嗎 好吧 可能行政院他們沒有 沒有選票的壓力 對 當時的提供都沒有任何的回答 後來 後來第二次的時候 就是 我去年有兩次上 公平會的經驗 後來第二次都變成說 站上的時候 變成還得也需要想一些方法 然後來逼迫說 讓政府比較需要做回憶 所以像說在一開始的時候 因為我們還需要一個 噱頭的開場 好 因為我有管一個比較大的社群的粉絲團 就我管PTT官方粉絲團 所以說社群圈的朋友 有些人就開玩笑叫我鄉長 或是鄉民們的 大家管要做鄉民們的活動 這樣 你會管PTT官方粉絲團 在那時候公平會的時候 剛好發生一個社會事件 就是長根的那個 怎麼說 就是有個鄉代 有個鄉代 就是打那個長根的護理師 好 在那一場公平會的時候 一開始我就 前輪掛個牌子寫著鄉長 然後就說 掛的時候 這位鄉代道歉 然後我就慎重的求職出鞠躬 好 靠架的方式 所有媒體終於 終於靠過來 然後第一場 第一場講的時候 哪誰 就算你 那麼認真準備 然後也準備了 問了那麼多問題 沒有人要理 好 這時候 缺一個鞠躬 用鏡頭盃的舉起來 放來的時候 當時我們也是舉出了說 當時有很多 為公益 就幫我其中聯盟 和志工 他們在街頭 做了兩千多分的民調 問看大家說 你們到底知不知道 符號聽不懂 其實數據話拿出來之後 終於 政府才有了回應 當時很多人會 事後就發信 會搞說 欸他們會進行檢討啊 或什麼 才開始有些死神 這樣 在這邊其實 光是這些小事件的話 我們就會發現 其實我們要給政府壓抑 我們要問他問題的話 其實是很困難的 他未必會回答 我們可能要不停地去 衝動打 衝動打 不過說去年還有一個經驗 像說在軍審法的部分 當時有些 就是需要修改 應該算是很大的全軍動詞 至少說 應該需要被 立法院來討論 可是軍審法的配套措施 在城區議員會 就被封殺了 幾次直接過去 後來 當時也是工員們 發洩一波 電報卡塔利維的行動 一直打電話去 問立法委員會 為什麼要打 接下來 他就覺得 跳過成立法委員會 就直接過去了 很多時候 就真的是 到底有沒有 瞻開眼睛 監督這個政府 才會 對著政府有影響力 你真的要看他 政府才會利益 不然他到底是怎麼做 誤告下告的政府 那既然就回到了 這次 市場提問嗎 有這個問題 在這邊 就是前面 你剛剛有介紹的 這麼多 介紹市場提問嗎 的這個理念 我們是希望 類似的方式 類似的理念 我們來看到 真正的認識 我們的這些候選人 而我們認識他的方式 就是藉由來提問他 那 操作電腦 不會幫我們 大家的候選人 表現的部分 好 這邊 一看到超多的人 對 當時二月的時候 這個網站上線的時候 因為我是臥草的辦公室 那 在內務廠大家看到 我是跑跑業務員的 那我就是 第一線去 跟每位接下的這個床口 去拜訪每位 每位參選者的辦公室 那時候我真的是超刺激 怎麼那麼多人啊 二月的時候 大家知道 當時的 開北市長擬定參選人有幾位嗎 有十三位耶 我一直以為只有兩位還是三位 結果多了一個 嚇死我 好 可是 沒辦法 當時有十三位 擬定參選人的關係 所以在這時候 我們握什麼開 就展開 一波一波的宣傳 那這邊 需要做的是 其實一開始 我們自己內心是相當的害怕的 因為我們 好 知道我吧 因為就是 我不確定他們 他們到底不會鳥我們 不知道他們對我們 會不會很友善 好 那只是 至少在其他過程之後 這邊我有發現 台灣在網路世界的第一個改變 因為畢竟社群媒體 都已經出現了 一切一切時間了 那 臉書 的這個機制 那以及候選人 透過臉書 來跟民眾互動 政治人物透過臉書 跟民眾互動 這個機制 已經存在一些時間 所以說 對於大部分的政治人物來說 他們比較不會害怕 已經比較不會怕 跟網友進行的活動 然後所以說 當時我們第一時間 我們跟這些候選來接觸的時候 其實 導致 就是 很少直接被拒絕 就是說 他們算不了解 可是他們會願意聽 在這邊的話 導致很直接 是蠻感謝連出的 那另外一方面 也因為他們是候選人 就是等著要被選舉 所以說他們的 其實態度是很牽合的 就是 至少不是選上之後的營養 那在這邊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所以一開始的時候 十三位 林町參選的之中 我們唯一觸礁的 只有兩位呢 首先第一位是 楊石秋候選人 好 這位 那觸礁元首 他也 他很有趣 就是 一開始 我們市長給文馬出來之後 我們開始一般會幾位 幾位 就答應他加入之後 也開始有一些新聞之後 楊石秋候選 立刻就跑過來 寫信給我說 我是台北市長 立刻參選林鄉師兄 我希望加入市長給文馬 哇 我看到真的太爽了 我現在都掉下來 一直放過這樣 好 然後接下來我們開始 積極的聯絡他 然後之後就找他 國會辦公室電話 就打給他這樣 好吧 不過因為 我就是沒有找到等人 這樣子好像不知道是 他太太還是誰接的 他們就說 蛤 什麼網路聽不到 對 就是耽擱了一段時間 然後後來就沒辦法 因為 不過因為我收他email 至少拿email 這時候我再微信給他 就是要跟他確認說 是否要加入 因為我們都有很多去拜訪他們 以及邀請他們 教他們說怎麼使用 就是有做很詳細的介紹 你幫他們申請帳號回來 就我們有為他們做 很完整的一個service 這樣子 對啦 然後呢 然後後來他就立而不見了 然後後來都 後來就是 後來就申告退出初選 所以都好好看出這樣的情況 好 那另外一位的話就是 情會主 我覺得 他只是 他倒是蠻坦白的 我當時邀請他拿電話的時候 然後他們就說 應該不會加入吧 那之後我就會說 蛤 為什麼 好正經喔 如果第一次遇到直接被拒絕 對 第一次直接被拒絕 那時候他就說 因為我們沒錢沒資源 然後我常常在當時 以外 要幹什麼的 好 不過當時就是 為二 通常的 兩位代表這樣 那當然的話他們其實 都退出初選了 現在可能在拼 市議員選舉吧 那其他位候選人的部分 其實也沒有去 像是帶女性候選人的部分 喔 這位候選人當時 就花了不許多時間 對 因為他 備份相對更大一點點 反正他可能就是 比較不懂網路一些些 所以我們是 花了很長的時間 才終於約到他們的辦公室組 跟他們的介紹 然後現在的時候 對啊 然後之後才 終於簽上線 那不過簽上線之後 對啊 就是幾乎 基本上我們簽上線的過選人的話 就是 幾乎就是 當下就定格指頭答應 卻說他們也是就答應了 但是後來答應之後 後來是都沒有上台回答問題 那時候 那時候 那時候我還很辛苦 為了要讓他回答問題 我還會主動的 主動的去搜尋 他們過去發表過的政策 或者結構的看法 那時候把 有問他問題的螢幕 PASS給他 就跟他說 欸你們今天有回答過 類似的問題 這時候你要不要上台回答呢 喔 宇宙人好 然後後來他們就說 好啊 這的話也對 也沒上來嘛 可是他們 宇宙人也很忙的 在讚科文哲 可能沒有破 那這時候相對的 可是我們可以看到 比較 就是當時有上台回答的 就像是 丁守東 丁守東委員 那現在也知道 還有像是 華文智委員 那還有像是說 那個 還有 也不得不說 還有像是 孤立雄委員 就是這些當時 在初選 進程很激烈的時候 在他們 有上台回答問題 那以及在這時候 就更不能不講 在當時 唯一有辦法跟 佛公園不相上下的戰神 蔡正劉文 他真的超猛的耶 其實他當時 回答問題的速度 導致還蠻快的 然後 而且更猛的是 他每個回答都會虛報 這個虛報在上面 都沒有任何搭 對 他都不氣不寧的 坐上去回答 所以在這邊 我導致為他的 勇於面對 感到相當的欺佩 對啊 所以說在 在第一輪的邀請之下 其實上 跟每位候選人的互動 其實我們第一個 可以看到台灣的改編 說政治人物 他們已經沒有說 很害怕我 所以至少沒有 一個直接拒絕 可是第二則是說 他們是否主動 這邊到處未必 很像我剛才有提到 就是說 我甚至會 會需要去 閱讀每位候選人 曾經有提過的證件 那之後找出 有問他們 類似的題目的時候 之後去拍拍他們的肩膀 聽他說 誒 你之前有發表過 那這時候有類似的問題 會上來回答呢 就是說 我會需要做這樣 主動的方式 然後還推他們這樣 那這時候有些人 就有給他 有心留言回答這樣 那另外一方面的話 有些只是 當時真的有 比較有在拼的 拼初選的 這時候他們 則是有上來表現這樣 那有些 有些感覺就是 就是 喊那個 喊說啊 參選 就是撞大家聲勢的 可能像是 小朋友 跟小朋友 那之類的就都沒有 進入那個台北市場參選 好 那接下來 那在 在初選的情況之下 其實我們在那時候就有看到說 這些獲選的主席 並沒有害怕 那在 在當時 現在也還留下來的 課文的聯繫文和佛光園 那以及我們後面的 四位的獲選人的部分 那在這邊的話 接觸的部分中 首先第一個 那印象名聲課的話 也會是聯繫文的部分 因為他是在三月的時候 就有答案要參與 就有答案要參加 然後只是後來聯絡就一直 蠻順暢 然後就是 當時他們的請會員 把你的人就是一直 就是 就是 後來就傳來聯絡 不接電話 後來直到是他們 八月的時候 辦一個社會評論Live 之後 在當時 他們有直接上去評論 問他們什麼時候回答 然後這時候他們還 於是 於是說 更會快的回答 那不過在這段時間的時候 他們也就開始 現在回答速度開始越來越快 至少這幾週 幾乎就是開始 每週 每週都有 一題一題一題的 這樣子回答上來 那在這段過程之中 大家和他們 私下的相處就變成說 會不停的 需要和他們的網路 突然溝通 然後Live 跟他們一起 表示說我們的善意 但是甚至 就經營平台的角度來說 我們甚至會很擔心說 如果他遇到很多 很多虛了之後 會把他們嚇好 可能 也沒辦法 他遇到那麼多虛 最後我也感受不了 所以我們之後 就是試一下 多多鼓勵他們 正面的面對朋友的問題 他們正面的問題 好 我們現在來說 在柯文哲候選人的部分 也是 他們大概是 從六月七月的時候 這時候開始 隨著 伴奏式的成績比較多之後 這時候 他們就 慢慢慢慢的 開始來籌備 相關的資源 那我印象中 還滿深 記得當時 靠近七月的時候 當時 後來 竟然是有提到說 他們接下來之後 會開始來主力的回答 然後接下來之後 一開始之前 以一週 回答三題為了目標 那在前面的部分 其實也是經過了 許多的過程 我們會很希望說 因為他畢竟是 很被允許討論的候選人之一 所以我們也希望他 很快的回答 所以我們當時也是在 也是試一下之後 會需要 不行不行 也不許他 後來終於在 那個 林營黨的初選 結束之後 後來之後 不行不行不行 終於成功 然後後來見到他們的 網路部的主任 然後這時候開始 他們許下 會穩定回答的承諾 一路到現在 他已經回答 終於已經回答 過二十題了 那接下來之後 目前 據我的了解 他們就是 也有打算說 會穩定的 在選舉前 把所有的問題 回答結束 讓所有民眾知道說 對於他的所有的好奇 那至於在佛光月老師的部分 那這邊就更 更特別說 他就是 他從 初期 一路到現在 都還是非常非常穩定的回答 但是沒有 我是覺得說 以我個人 接觸候選角色的話 我覺得他是 最親近 最直接面對 網友關係的 對啊 第一個在初期 有辦法跟蔡哲平 打得不相仗下 後來的時候 後來的回答就是 對啊 甚至被大家稱呼說 哇 看回答甚至 有那種 經由元首的民眾局 什麼之類的 那在 在這樣的回答之下 其實這 這三位的回答 其實都會引起了 許多的 討論 就是第一個 很實際的團體 就是網友按讚 或者按區 以後面的回應 其實在這邊的話 我們就看到一個 民眾選民 然後跟候選人 直接的一個活動的過程 好 所以說至少我們現在 到了現在的努力 所以我們讓現在 很常出現戰典型上面的 三位候選人 他們已經有 比較深度的 參與 市長給我們嗎 這個平台 那我們希望可以繼續走下去 那後面的四位候選人 這邊則是說 當時在登記參選之後 那時候才很吃驚 知道說 哇 回來多了四位的候選 你知道嗎 那當然只是這時候 我們平台精神 我們是希望 讓每位候選人 都可以被選民 來瞭解 所以說嘛 這時候我們不會因為他們 可能是突然出現 然後 他們有很大的機遇 是陪伴的 於是我們就 不去理他們 所以說在這時候 我一樣 原意的就拜訪他 像說例如像是 第一位 一號附選 陳武平先生 那時候 我們聯絡 他也是聯絡的蠻辛苦的 然後後來是 那種 死內電話 終於找到他 然後一路騎到 板橋和土神 交界一個很偏人的工廠 這時候 才就會見到他 那這時候 見到他的時候 就看到這個候選人 另外 不為人資的裡面 他年紀其實 相當大 應該是有 七八十左右 然後 只是他還是 對啊 就是他還是有一套自己的理念 然後他希望說 可以很關心這個 台灣 但那時候 有時候 在和他 和他介紹的時候 就我是過去 介紹的市場 也會把他 這樣 不過他是過來 跟我自我介紹的 其實一開始 前面半小時 他在講話 整個話題搶命他 然後 對 就是他 他就說 他是那個 地區都會稱呼他 是公道國這樣 所以他做的很公道 然後甚至大家會稱呼他 他的臉勾 因為他講話真的很大聲 因為他做的聽 他聽不聽不清楚 他講話很大聲 然後我也可以講話很大聲 他才會 他才會聽到的 然後當時 他就是 有拿出一個很厚的筆記本 然後再來的時候 他是用 簡報的方式 就是說 今天他就每天都看報紙 那時候看到他 關心的 重要的社會事件 那之後他就把它剪下來 然後就用很傳統的方式 然後用紅筆 在旁邊畫重點 下美筆 然後覺得說 要用整個這樣的制度 來改革他才會比較好 那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他也有了他的自己的想法 於是他就跳出來參選了 最後能不能都懸上不確定 可是至少 我有看到他 是有做準備的 然後接下來的時候 不過很可惜他 不擅長用網路 他還是以下 拜託我真才的啊 各位有沒有人想要做網路的職位呢 他需要 有個人幫他Key點 然後 對我可以幫他介紹我 那接下來的時候 到號參選人的話 他就是這樣特別 就是我去實際上去拜訪他的時候 嗯 他是我花時間找最久的候選人 因為我一直找不到他的一個方式 然後接下來之後 後來找到之後 然後我給我拿手機的時候 可能當然打了 打了 打了 好幾年快的一半 都 都是沒有開機的 所以後來就打了一隻圈 他說他應該就是要好嗎 就是沒有開機要好嗎 所以最後我就只好決定說 去他登記的弟子 去拜訪他 去賭他的 然後可是很不親的 去賭了很多次 都沒有賭到 可是我去了之後 後來我就問了什麼 一些鄰居後來知道說 欸 原來他是一位永遠的樣子 然後說 他住的那個地方是有點特別的 就是說他實際上 雖然說那是一個巷子裡頭 可能那個巷子是在公園裡面 然後接下來的時候嘛 那個鄰居就跟我說 喔 以前要找他很久了 就那個 公園以前棚子沒有拆的時候 他都是睡在公園裡頭 現在就是棚子拆了他 才不得不 不得不睡到房子裡面 那接下來的時候 於是在當時就遇不到他 雖然鄰居 鄰居就鼓勵我 他說沒關係 你就在附近到後上 你應該會遇到他了 所以我就不知道我兩個小時 可惜 沒有機會遇到一個像永遠的妹妹 後來到了第二次第三次之後 最後 因為真的遇到他 所以我就找 一起用盡按個電梯 對 那裡面有人出來 可是出來之後 後來發現說 欸 這些人 好像也不是 就不是他的親戚 就是說 就是說 雖然說他登記在那個地址 可能那地址 那地址 旁邊有個小小的地下室 然後說 那裡邊住一個址 他平常就在那邊 對 然後再來之後 我就找 就是用邀請來的方式 然後有地人 地人出 然後其實他們有個房間會議 在這邊的話 就是有時候 發現說 欸 原來他是一個流民 他是一位戰獲勞 這些就是跟邻居 聊天才知道的 那再來之後 他跳出來參選 那至於他為什麼要參選 因為畢竟沒有問到他本人 然後我自查 邻居回答 就邻居也都會問他 因為他問他平常都需要 撿垃圾換一塊錢 換一塊錢 慢慢從下來去 叫兩百萬的 全員保證金出去 那這是何必呢 平常都要睡公園 那為什麼不買個小套館呢 對啊 然後他 他說他想用這樣的方式 讓大家知道他的存在 對 他那個時候 真的很想遇到他 只是我都是 躲不到他 他很早就存了 那三號 也有一些獲選的話 只是他實際上 他是一位醫師 所以就是 又是一位醫師 成正的一個例子 那接下來的時候 他也是 雖然比較晚加入四馬 給問他 我們看到他 他現在不達18題了 就是他自己 我給他非常難 就有點獲選了 那再看 他接下來的過程中 我是沒有直接見到一個人 而是說 我是去整個拜訪的時候 然後 當時 是由他們的自己的辦公室 去談在比較細的細節 因為和電腦有關 那個 大人 北北他可能聽不懂 你知道 然後在那時候 他們搞的時候 就很積極地表示說 他們想跟民眾的運動 然後再來的時候 他們已經 也看到市場給威媽前面這些表現 然後希望說 藉由這個平台 讓更多人知道他 那第四位獲選的話 只是說 啊 為什麼他是還沒有回答任何問題 陳永昌老師 那接下來的時候 之所以叫我們到他 是 之前一開始也是無論不到他 就是 行性給他 也是沒有回 但是後來是很幸運的 在一場 公民藉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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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會聯盟的一個晚會的時候 直接遇到他們 所以我就直接跳起來 邀請他這樣 然後說 他也就 一次就欺瞞家裡 答應的加入 對啊 不過因為他現在還沒有回答問題 所以我也多多留給他 因為我們握掃信講 導師會滿常的收到他的新聞稿 所以我感覺起來 他應該是 很不利用電腦的 所以接下來 我也就要努力地跟他共同這樣 在這些故事裡面 我覺得最後最有趣的 還是在說 我們要讓每位候選人 可以來回答問題 那在這邊的話 我們希望創造的就是 一個這樣的案例 希望當參選成為事實 點問就是義務 讓每位候選人 直接來面對選民的問題 但在這裡面 我們會需要做到努力就是 第一個 我們要讓網站的界面 是很有散 不簡單 對於候選人來說 他們操作是很容易的 那第二個的話 也很實際 就變成說 我們會需要人的創作 例如像我現在又是 現在可能就是一個 一打六的情況 會去依據每個個案 不同的方式 就是每一天 每兩天 每七天的 不行去 搭擾他們 騷擾他們 然後要鼓勵他們 鼓勵他們被虛的時候 也要鼓勤勇氣 然後或者說 可能他們就是 被很多案在來的時候 就跟他們放棄 然後 每個人都會搭 那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背後可能很辛苦 我在這邊都希望說 我們可以創造一個 台北市人員這樣的案 那我相信這個東西 當參選人成為事實 給問出的義務 那對於候選人會更深入的感想 好 謝謝 謝謝 其實我其實想聽到更多的 更期待的音賽 我當然怎麼剛剛說了很多的描述 那我現在怎麼對於 就是有記者的性格 還是希望你們要 sharp 一點 就是說 你剛剛講有去中心的話 那我這樣看了 他感覺上是一個平台 然後他讓每一個人的聲音 是等值的 但這個世界的運作 並不是這樣 這個世界的運作 每一種聲音 可能都是不等值的 他因為你的 position 他會因為你的 power 他很不一樣 所以當你跟我講說 1234 其實我一點感覺 對不起 不過我老實說 因為我們覺得他不會有 成為當家的可能 所以我也就不會那麼 pay attention 我說這個跟 對一個人的好奇沒有關係 而是說 假設我現在選市長 當然這四位 我會更多 那你們究竟只是一個平台呢 還是你們希望有一個 agenda setting 讓人家注意到你 因為如果你只是一個平台 你認為飄飄等值 聲音等值 作為一個候選人 我可以不要用你們 是不是 因為不一定有影響力 所以我們現在為的是說 究竟在這七個多元 你們看到你們怎麼 有什麼樣的影響力 究竟是 候選人在乎你們 還是候選人的網路團隊 來應付你 可不可以回答一下 對不起 我有一個問題 不要直接了 因為我們不用太溫馴 我就直接的來問 這也可能是 我覺得臥槽 那個就是說 我覺得臥槽很棒 真的很棒 可是如果你要走到小營谷 必須要有影響力 必須要給人家看到 對 可不可以 也許有影響力 也許有影響力 這邊我可以先回答一下 然後看起來 有影響力 我們在這邊 遇到一個最大的困難 其實就真的是 學歷史研究所講的 為什麼候選人要逼我們 就是 我們就算做這個品牌 為什麼候選人要逼我們 所以說 我們在做這個品牌 以外 我們還有許多努力 可能像我們在 2月底的時候 我們還可以 我們去拜訪了 蘋果日報的社長 那我們跟蘋果日報 坦承的合作 我們是蘋果日報 第12個人 合作的獨立媒體 我們有蘋果日報 我們可以直接在 蘋果日報的 即時新聞裡面 直接發新聞 這樣子 以及我們在6月的時候 跟兩部新聞 談合作 在7月的時候 跟蘋果報 成功的坦承合作 目前 握草 我們有跟 三個新聞平台 坦承的 坦承合作出來 以及我們自己的粉絲團 相對的 可能是這些 對我們的粉絲相對 可能是比較 比較關注 這些公益一集的 這些粉絲 於是 我們今天這個平台 除了這樣的平台之外 我們就知道 還是透過這些 戰略的合作夥伴 增加了我們的影響力 像我們在鼓勵候選 實際上我在鼓勵候選 回答的時候 這個時候 第一個很刺激的 就是唐玉鞭子 這邊我就會 鼓勵他們說 今天你們回答的時候 不用擔心 別的媒體 不會採訪你們 例如說 像林洪欣雲 候選回答的話 好 可能別人 別的媒體還是不理 可是至少 我們握槽 我們合作的 蘋果日報 聯合報 和養護新聞的 這三個其實新聞的平台 在我們這邊 可以發出去 讓它是被看見的 那這時候 我們只要能夠 守 公平帶的一個方式 自然而然 我們可以確保 在我們手上 有的資源之下 只有讓 每個候選人的聲音 它可能 我們不會主流媒體重視 它可能 主流媒體都不理好 可是它只要有在這邊 遵守 我們有些規則的話 那麼還是會 運用我們的力量 去 讓它被看見 繼續帶來改變 好 那我接下來問了 我們就是說 在這裡面 有看到很多的提問 有些是有情緒的 有些是理性的 那究竟在這七個多月裡面 你們看到選民的提問 是越來越深入嗎 譬如說 我們剛剛一開場講 這兩年多 我們一直在訓練公民的意識 然後訓練公民的自主的提問 的深入 那你在這裡的提問 你看到什麼樣的轉變嗎 我們可以期待嗎 還是說 鄉民並沒有在進化 或者是鄉民真的在 我們深入在進化 這部分其實我們是 寫雅也欣慰的就是 大家可以看到那上面 連署成功的那些問題 其實你不會看到什麼 很特別的人身攻擊 或是水準還低過的問題 基本上都是 真的很值得討論 而且有思考過的一些問題 事實上我們也做了一些理由 我先講一開始的時候 我們做 一開始的時候 一個網站 或是我們想說 它是一個平台的話 我們會非常期待 它的第一群使用者是誰 如果我們今天 第一群使用者 是一群很奇怪的 他們就是要來 玩 然後就是來 玩 鬧 然後你就會看到上面 非常多奇怪的問題 然後大家都會 對一些奇怪問題 期望 那這樣子 這網站大家都死定了 因為後面來的人 來看 你想好好討論問題 或好好把問題 你看到 根本 整個我們在那個風氣 是這個樣子 你就不會做這件事情 所以一開始 我們到處的管道 透過了一些 社群 一些社群 那這些社群 大部分都是公務團體的社群 然後 或者是在公務團體 有一些指標性的 影響力的人 或像柯道的編書 紅樓上色的編書 等等 透過這樣子的人 這些人的 臉書發出去 所以吸引到第一群使用者 我是覺得是 非常多水準 他們是 他們是 他們是正正 平常就在關心工作議題 而且也 也知道該怎麼問問題的人 所以他們 建立了非常好的 初始文化 那也使得 後來加入的 聯眾 如果你看到前面都在問 認證問題 突然問一個很奇怪問題 你就覺得哥哥無辱嗎 你就覺得說 這都不是 我該來玩的地方 他就去別的地方玩了 所以 這可能是我們 目前為止 回答的問題 就提出問題 都還算 不錯的一個 主要的原因 那事實上 我們做了一些努力 在網站上面 事實上我們也有 有一份檔案 有一份檔案 是 教你怎麼會有好問題 這個 這個答案是 我們恭喜 住家安寫的 教你怎麼會有好問題 因為有時候 你問的問題 夠具體 它就可以實問巨答 然後或者是 你問的問題 開發散 那也不容易回答 那或是 你問的問題 沒有層次 那很容易 就會 不能過去 所以我們也 我們也 引了一份 這樣的文件 告訴民眾說 你應該要如何 問出一個 讓候選人無法逃避的 然後 可是又切中核心 就是那個好問題 這是我們的工作努力 我們今天有一個數字 是說 現在每一個月 上 我才做網站的市場 給問嗎 不同的人次 就是人數上是多少 我們其實每一個 每個月的 束縛是 不太一定的 是不太一定的 因為 常常都是因為一些議題的發生 然後就會有很多人來 像 上個月 這個月 還是十月 這個月 這個月 最多人來的就是 洪哥打了殭屍的那一天 他打了殭屍的那一集 那一天 我們投資應該有三萬多人 那天就有三萬六千人 這樣上網來看 這樣子 我為什麼問這個 就是說 我們在網路上網友 全部都在寫的嗎 網路上網友 大家都很年輕嘛 他說都是 基本上都30歲以下 那我好奇的是說 在網路上那麼熱 然後在網路上 因為有一群 非常考驗羅盛爾的人 那當然 他就會很容易 接近 這個網站 那你們自己怎麼樣 預估在 11月2月9號的選舉 從一個虛擬的世界 看起來非常的熱鬧 他轉化為實體的投票的時候 他會有什麼樣的效果呢 那你們自己有預估過嗎 因為你的TA 非常清楚 可能就是年輕人 反正那種非常的 你知道嗎 藍綠對決的那群人 他不再比這個網路 在一個很高的範圍內 你們怎麼來看這個現象 你們怎麼來看這個現象 我覺得 我覺得年輕人 會不會去實際的 因為這樣的一個網站 然後 他就實際的去產生什麼樣的 投票行為 這我其實 很這麼期待 因為我們這個網站在做的時候 我們的目標本來就沒有說 他是會增加年輕人 投票率的 事實上 年輕人 會不會真的去產生投票行為 是 通常是到最後 他有沒有一個 有沒有一個很強烈的理由 讓他覺得說 比如說 我不去投哪個候選人 接下來我就要沒幫助了 然後接下來我們 你比較會賣一定要 接下來會怎麼樣怎麼樣 他必須要 他們必須要 他們必須要一個很強的 Motivation出來 但是這個網站 只是 我們實在做的事情 主要是在呈現這些 候選人的一些影像 那當然我們 我相信來這邊的 Active的這些 我的手指 我相信他們本來就是 關心政治的人 我相信他們本來就 比較 比較傾向不去投票 但是我會不會 那這樣我們沒有辦法 影響到那些 沒來這個網站的人 然後會不會 因為這個網站 去導致更多人去 院去投票 我覺得這是 我不敢說的 對啊 然後雖然說 我們會必能夠 因為這個網站 增加新年的投票率 可是我是覺得說 藉由這樣子 給問 然後還有 就被問 還有回答之後的 這個情況 因為我們很實際 也可以看到網友的讚 還有虛 那以及後面下面的 一連串的那些 臉書留言這樣討論 其實這很難 我相信可以讓 我們的這些網友商人們 更加了解 候選人的本質 那之後 到了他決定 說他投下他一票的時候 他之後更有 許多 他在參與這些 可能不管他是 問的這個問題 還是聯署的問題 也包括這時候 看到了候選人 討論之後 看到候選人回答之後 於是 他決定說 他要選擇 投誰投下這塊 跟這一樣 我相信說 在這個網站 能夠帶來的影響 就是在這塊 那最尤其是 例如像是 我們九月的時候 當時 因為我們有協助 PT的商品 有約 然後當時我們辦了一個 這種比較像是 實力的活動一樣 那時候候選人 就是 當時 彭彭遠 我們問著 和 連順候選 這時候他們就直接在 鏡頭面前 直接針對 下面的所有提問 開箱而談 回答出 他們心中的答案 那在這樣子 當時 可能當時看到這些影片的 這二十三萬 二十幾萬的人 看到直接回答之後 這時候他們應該 心中可以更見面的了解說 他原本想要投下哪一票是 對反錯的 我覺得這真的 實力帶來的降低 我覺得除了剛剛 講的這些東西 其實還有一個方式是 你增加了一個對話的可能性 如果你有個朋友 在跟你討論說 你要投資比較好 你就可以拿著網站給他看 你可以看到剛剛 那些候選人 每一個人的回覆率 就是他的答題率啊 這是一個非常客觀的一個東西 你可以知道說 如果一個真正優秀候選人 會不敢出外面對 民眾的疑問 他如果都一直逃避民眾疑問 那你怎麼期待他當選之後 還會回應的民眾 所以這是一個 你可以拿去跟 你想要對話交流的朋友 一起 嘗試對話的一個工具 你們會不會反利用嗎 會不會 反正他知道說 一定會有一群人 在這裡 我就必須要回覆 但是在真實世界裡 他們可以不要回覆 因為你們也是 One of the media 讓大家懂不懂的意思 就是說 其實 我們在利用他們同時 我們也可能是被利用的 我覺得常常媒體 會有一種這種反省 因為他知道 我們是戰友平台的 他們要去更年輕人對話 所以是不是會回覆 但不代表他們 真的當選人以後 會真的回覆 這是我另外一個思考 好 我想把時間交給現場的朋友 因為我想可能會有很多問題 包括說 到底在台中 為什麼他們不給問 對不對 然後或者是說 他們在這邊看到 未來的台灣的民主 有你們在升旺嗎 因為他們未來是要做 國會建築的 政見的建築 我們現在是不是 有沒有同學朋友 想要請教 別的留意跟主意 好 是 謝謝 謝謝 謝謝他們的分享跟討論 我是董燕 我想 有什麼問題 就一點點 我會這樣做 我想 延續前面姐的一些問題 自己 我對媒體非常非常的 有一些想法 那我想說 兩個問題 一個是說 除了 這個或小這個媒體 它裡面的網站 其實很想要把焦點 住在政界上面 查出人 但其實在剛剛的討論當中 我覺得 我們還是花了很多時間 在討論候選人的本身 甚至是沒有辦法看到 執行的 他的背後的幕後團隊 他們的之後 執政執行的 執政團等 那我想問 我想說 如果國藏他之後 能夠有什麼樣的 Vision 就是說 之後想要把它 整在這個部分 那另外一個部分 就是說實際說 能夠 有沒有自我的 在做為一個媒體 做定位的想法 因為之前 剛才有一個 朋友在問說 其實我們剛剛 在這樣討論 這種聽起來 不管是說 實際上網路的 使用網路的人 然後 甚至說 我們現在在卡通 你看 發生我在臉書上面 很少看到連正文 好的消息 那我不知道是 我自己的朋友的關係 還是是因為 本身網路使用的群眾 跟還有使用 沃草的 關心沃草的東西 那這個 等於我們本身 他們自己在沃草上面的 發言文 發言的頻率 跟他們的使用 就像他們的 使用沃草這個媒體 他們這些 所以兩部分 第一個是說 如何想在針對 證件上面 的搶 然後第二個是說 你們對自己 媒體的 上面的想法 謝謝 跟他們的聽過 送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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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 我們先回答第一個問題 就是 這個證明他本身 事實上 其實 我看到他是對政界 去做討論 但是實際 實際上 你也在 在看政界的東西 你在對這個人 做評價 對這個 或是同時的 你在做一個評估 你在看他 回答人權的一題的時候 你就會知道他 對人權的看法 不是 一個人還是 反對 像 我們都表示有說 他們反對 回答很容易 對 對 我是相信 就是 這個人 他現在 他之後去執政 事實上 也是需要一個團隊 所以他團隊 願意表現出來的東西 可能是 我們可以去評估他 以後 或是怎麼樣 但是更重要的是 選後的監督 所以我們 我們現在有在規劃 在選舉後 這個網站可能會轉型 變成一個監督網站 現在 他在這上面 回答的這些東西 如果他已經當選了之後 其他的都不重要 其他的都打掉 那就剩下他的 他之前承諾過的東西 他之後 也沒有實際上做到 就可以給民眾做一個參考 我們目前有一些出貨構想 我們還不確定會怎麼做 還不確定會怎麼做 因為這樣子的一個監督網站 目前也沒有做到非常 真的讓大家都非常滿意 要非常成熟的一個 補案給參考 再來有一個美國的網站 叫歐巴哈米特 是在監督歐巴哈的網站 歐巴哈米特 還有他賣筒來講過的話 然後透過一件機制 然後讓民眾來評論 他做講的這個東西 是出貨構想 然後如果 那個不會像是 我們還久多年 好會說他的 633正經理大聲 只有9.7 兩個東西 不會 97.3 不好意思 我剛剛問他了 我確定好像是 就是 就是 不會是這樣的方式 所以我們 我們會做一個學後進行網站 但是 這個東西我們還在 構思的過程中 因為 實際上你要怎麼樣去評論 他到底 做得好不好 還有 由誰來 評論 他到底是要怎麼做到 有時候不一定 有些事情是不一定 有這樣不管指標的 然後 有些事情有 有些事情沒有 例如說 63360確定沒有 可是 有些事情 你就很難說 他這樣子算 達成50% 還是70% 那 很難去評論 所以我們會做一個 監督網站 去做後續的事情 那至於說 剛剛講說 不曉得自己做什麼樣的 媒體的定位 我們現在 專注的 在國會的報道上面 目前 那當然 我們每一個 每一個他的機會有限 所以 我們的機會也是有限 所以我們都會專注的 大概就是在 國會的相關報導 但當然 國會的報導 我們平台上 發設有趣的事情 給民眾知道 這個事實上 也是一種行為 就是 現在的新聞 往往故意 是實際上 在真實的事件發生的 這個網路上 實際上會發生的新聞 各有越多 甚至你會發生 現在的媒體 往往都會在 報導完之後 加入底下 很多網友的 實力恢復 的意見 所以說 現在各有越多 新聞是在 網路上 自然而去產生的 那我們 大家接下來會做 這個方向 那除了這個以外 呃 呃 呃 呈現的方式也是我們 想要努力的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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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呃 新聞難道就是只有 呃 文字 或是文字加圖片 或是只有 資訊事學化這樣的一個 想像嗎 有沒有新的一種 新聞的呈現方式是 可以讓民眾更加深入去 就是立體的 這也是我們在努力的發想 其實當然今天這個活動 真的就是更努力 只有五個 文藝媒體學院 然後我想文藝媒體學院 現在有很多的 歐語記者 然後又像上下 有這樣子的媒體 比較小莊的媒體 他們在顛覆主流的世界 那我照聽講 我想纏繞來一件事 所以劉林 你們覺得你們不會主動的 去做太多 調常性的報導 而是從監督的方式 去filter出更重要的新聞 這是你們在未來一兩年階段的發展 對吧 有關 有關調查的報導這期 因為我們 因為人力的關係 我們如果在用會的期間 也有法定的會期的時間 那時候其實我們的工作 是非常一定的 大家可以想像 我們 對我覺得可以談及 這個很有趣的一個 或是這樣的一個 這件事情非常的 他們真的非常的幸福 因為 大家知道 我現在不是在 實在是批評其他媒體記者 他就做得不好還是怎麼樣 我真的做得不好 我真的做得不好 大家知道就說 大家如果是 保佛會有支持的話 他們負責這一場 我也不會 然後你就會去那邊 然後 打開你的電腦 然後打打字 看看東西 然後突然發現 其實吵架太好了 就是 你剛剛打今天吵架是 你講的講些些 或是突然講出爆點 講完之後 那你今天有一篇文章可以交差 然後就收工就走了 那我們的 我們的工作夥伴是 他們是從 一開會開始 就一直盯盯盯 完整的盯盯 盯到今天結束 事實上 有一位夥伴 他最近在現場 之前十安法修法社 他是 連續 三四天 都是晚上 弄到十二點 因為那幾次都挑燈夜站 所以他們就從 早上九點 就這樣子 一直盯到晚上十二點 他在這個過程中 要做組織稿 然後 有時候真的來不及 可是他要趕快去記下一些東西 然後在之後 來做出一個整理 那之前 他還非常努力的 做出一個 十安的 相關的議題 整理整理的一個 網站的報導 這跟我們的工程師 設計的團隊 已經做出這樣的東西 這在國務所信 在網站上面可以看到 那 所以我們的工作是 真的是很tough的 非常的實在 就是你要從頭盯到我們那一種 所以我們本來就很難再去做 有些議題的整理報導 但是我們會在 會期的 中間 或是會期 結束 下一個會期開始之前 我們就會預先去做 接下來可能會 下一個會期會發生的重大議題 先做 很完整的整理 像 這個會期的 預算的會期 我們的所有被添加部夥伴 在 這次預算會期開始之前 他們就是上了三天的 如何升不預算的課 他們是 就是五個人 他們全部都會上課 上了整整三天 如何升不預算的課 如果一看出預算 哪有問題的 這樣子課程 他們是真的做不不夠 在做任期 那我們會做相對的 認真的調查報的會 但是就是要看能力足足足夠 如果在能力足足足夠 事實上我是不夠想做 是 就是說現在 Filter的機制 如果有一個很特殊 有一個另類的媒體 他願意做做什麼的filter 因為你知道傳統的媒體 他就是比較sensational 他就是看到爆點 才去爆 通常其他的狀況 它是屬於Io的狀況 那我大概也會在願意做 所以我覺得這個模式 真的很重要的第一步 至於未來可以怎麼樣 在filter過程當中 拿到好的訊息 那個可能是下一步 有要保護送的嗎 那待會你們知道 我第二位 提問的第一題的部分 在剛剛第一位的提問第一題的時候 那是不是有問到FORMORION 對嗎 其實像我們之前的想像 我們都以為FORMORION 他是自己一個人 就給大家說聽 因為他已經是一個 我們之前都知道 他是一個很強的作家 本身又不是戰爭 他自身國王幾百年 可是實際上我們在前天的時候 我們辦了一個 當初我們辦一個計程會 有邀請他來到現場 當初他其實 因為我們就有記者直接問他 會問他 像是那一題啊 團友會他 他就會明確地告訴我們 那並不是他一個人 實際上是整個團隊 然後他說團隊很優秀 然後幫忙他吃一口 之類 所以變成說 有時候我們很多想像說 到底是不是 就是候選人本身 或是團隊吃 有時候好像 不是我們所想像的 像說 團員他本身說 這是整個團隊 那其實這時候 對我們來講的話 我們更進步是 我們把 我們把一個去拉一個告 就是說 其實我們未必在乎 他是 本人回答或 整個團隊的回答 會重點是 這一個候選人 很偉大的內容 以及今天市長 比如馬在這邊 在做的是 我們要培養的是 這樣的實用者心願 讓民眾習慣說 候選人 是應該要被問 以及讓候選人習慣說 他應該是要被回答 今天 在特別市長的候選 這是我們第一次的 這樣的挑戰 那這樣 我們把它走完這次的 這個選舉期間 那未來之後的選舉 我們也會 在這樣做挑戰的時候 我們就是希望讓 這樣的實用者行為 越來越被習慣 那到了未來 某天當這 已經真的成為 實用者習慣的時候 民眾已經習慣說 我們本來就給 台灣會議員 而候選人 已經有習慣說 其實我有回答的義務 我知道 台灣選舉各位 那我確認一下 就是這三位主要的候選人 他們的團隊回答的 但是 比如說在美國 他們說 有總統候選開幕 他們說 在這邊也是一樣 團隊回答的 的確是 這些候選人 也是要 批評這個信息 但是 還是在這裏不一樣 因為我們想知道 Story behind the story 對 譬如說 臉書們的團隊有點Snovy 然後自己去 反對回答 但是他自己沒有批評 對 會有這種話嗎 在這裏的團隊部分 我不敢說 我很清楚 不過因為這邊 我知道是說 他們是有分組討論 他們是說 他們有網路組 然後還有政策組 然後 所以說 他們的回答 是這樣子 一連串的問中 最後才會 還有包含新聞組 最後才會 pass到我們這邊 那至於柯文哲的部分的話 所以網路組 政策組 還有新聞 新聞員 他們三個組也都會知道這個提問 對對對 然後在柯文哲的部分的話 我這邊問到 我早上很確定是 因為這邊是有直接問到 他們是說 因為他們在跟我解釋說 會有回答很慢 他們是說 因為他們是會有討論過 所以我出此方向之後 就用你的稿 之後再給柯文哲的本人看 那只是柯文哲的本身 又很強 例如說 有時候他就說 你們這寫柯文哲巴 要回去重啟 或者說 你們這偉大 不能前後某這個尾巴 所以可以看到不同的差異 對 有不同的差異 那至於同胖的候選人 我們有 後面好像有人想 幫我代替回答 我可以直接請他 那次我介紹一下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 我是洪光明競選辦公室主任 我是個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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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剛才提到這個問題 其實 我們所回答的任何問題 其實都是經過我們團隊所有的成員 所討論出來的 那我們團隊的成員 當然有包含了各個的專業 所以像剛剛提到 很多次的那個 殭屍 殭屍那一品 其實 我覺得我們那個重點 在於說我們提出了一個 很重要的法律概念在裡面 其實我們遇到這樣子 不是只有一個工會的問題 還有一個法律的問題 那這其實背後 所要說明的就是說 我們這個團隊 同胖遠這個團隊 我們最重視的是 今天做為一個政府 他所要重視的是什麼樣的一個價值 這個價值其實就是法治 跟人權 所以我們再回到這一題的時候 其實是 以這樣的一個基礎去觸發 同樣的 這也就帶到我們剛剛提到的 就是報告人權 同志的議題 同志的議題 基本上也是一個基本人權的議題 那我再回過的話 講那個僵屍體 其實日本曾經做過一個 呃 兵推 這個兵推的題目就是 如果布斯拉 附近東京灣 這是日本 政府做的兵推 那結果的話 他們發現 呃 原來要抵抗布斯拉 不能用智慧等 因為他違反他們的憲法 最後發現 要防衛這個布斯拉 只能用日本的警察 OK 那這個背後的問題就是說 我們透過這樣的兵推 其實我們可以發現 呃 我們國家在整個體制上面 在法治上面 會有什麼樣的問題 所以我們再回答這個 僵屍體的時候 其實也是 以這樣的一個題目 有趣的題目來 帶出這樣的東西 啊 那 再加上就是 我們其實主張 我們其實主張 我們的政策裡面有提到 萬一核式這個議題 我們其實是主張 要有兵推 免領要有兵推 就是我們可以知道說 我們到底台北 作為一個台北市長 作為一個台北市民 我們能不能接受什麼事 對 那 呃 我想 先講一下就是說 比如說 呃 基本上這個 市場 對我們來講 尤其是像東光源 這麼的媒體落實的一個 候選來說 它其實是非常有用的一個 平台 但是在做一個媒體上面 我同樣想要再講就是說 我們現在有很多獨立媒體 呃 公演記者 但是 在 這樣的呈現上面 新聞的呈現上面 可能還是比較偏重於 萬物 啊 比如說 譬如說 譬如說 風光源 在網路上可能有一些 比較不錯的支持度 哦 可是如果說我們把所有的媒體 都放進來 包括電子媒體 包括媒體媒體 都放進來的話 其實風光源的度光是非常少的 這可能就會是將來 呃 柳林 主理 你們所要面對的一個 多這個平台 要繼續做下去的話 你們要面對柳林 比如說 我們要提到說 你之後要做監督的話 呃 其實現在媒體其實是一個監督的角色 呃 市民也是一個監督的角色 我們常會看到很多 呃 走上街頭 抗爭的 呃 行動 可是呢 最早 一看是柳林提到的 好 一看是柳林提到的 還是柳林 是你 所以這可能也是你們 之後在做監督網站的時候 需要面對別多人 好 謝謝 謝謝謝謝 我們是不是還有其他的現場朋友 就是每個人 不好意思 幫我來三十秒先提問 謝謝 嗯 雖然我自己是在柳林的角色裡面 但是我對莫草 不是有一個疑問 就是說 呃從莫草成立到現在 呃 呃 我自己會覺得說如果 呃 退回一個使用者的身份來看的話 今天我在柳林的團隊 我呃 自己比較善良的文化政策方面 但是 對我們不管是 比如說醫療或者局長 或者共訪 這樣子 呃 有其他專業的政策 我可能 沒有辦法那麼了解 那所以 我們可以拾問 候選人可以虛打 那消敏可以亂戰嗎 我可以看到一個很甜的答案 我就會說 哦 所以我投給他 但是我自己沒有辦法去評估這個問題 這個政策 他未來 候選人提出的問題 他未來可相信 所以這次在 呃 剛剛歐林的團體呢 監督機制之前的 的那個問題 是篩選的機制 就是說 有沒有辦法 我自己提到 就是說 有辦法比如說 對目前比較熱門的題目 呃 導入 例如說是相關領域的專業人士 來做一個評論 那藉由他進來做一個相對來講 比較重力的評論 比如說 呃 比如說 隔壁或者是 他們 甚至是殭屍體 這些問題 他們的 我們所回答的可行性來講 那 來順便 呃 對於商品會有一些教育的意義 然後也可以導入更多的使用者 願意來注意 這個 這個 有沒有可能 只有這樣可以 然後 我覺得問他一個很合心的問題 那當然 這也是有牽涉到就是說 我們媒體的角色 要幾乎到落成 那 那事實上 嗯 平台話其實 我們就不適宜去做 過多的 評論 而是說 讓東西呈現在那裡 然後讓 民眾沒有解釋 去做 評價 如果 剛剛講的這些評論的方式 事實上 我就想過 可是 你如果找一個人來 每一個人他都應有了立場 如果我找到一個 很華政府的 或者專家 他就跟你講說 第一大美女先去我再去我好 哇 那 那 所以 那 這就是媒體的功能 媒體必須要把 Facts 顯現出來 但它不是立場 對對對 如果說我們呈現 如果我們找的是像 那 你就知道就是說 每一個 每一個評論者 他能生活多多少 一定都 帶有立場 所以我們如果做過多評論的事情 可能會不是非常好 也許我們可能更實際的事情是 呃 把一些重點的 大家都有在回答的一些重點的問題 把大家的回答都具體的呈現出來 整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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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報道 或是 我們就很完整理的整理整理 整理整理整理 整理整理 我們知道如果它引起足夠多的 討論 也許就會很開始 對 呃 這樣子的一個東西 幾個不錯的證件 開始去做評論 在網路上有很多 個別的 評論家 現在每個某個都是評論家嘛 每個人都是評論 然後大家來評論 由大家一起來 共同來評論 可能會是 比較好的做法 如果有我們去介入 然後 找了一個某一個人來點評價這件事情的話 我覺得是蠻危險的 不過我覺得在剛剛 呃 的提問喔 這一點都是 我覺得也是一個很好的學習 因為可以發現 劉林現在的態度 就是他不想做太多的介入 跟傳統媒體做的那樣的 而且它是在進來的東西 但是 從 從 對你們其他很深的讀者 或是公民的角度 就希望你們再介入一點 而且這個介入不是只有 opinion 而是真的一個 而是真的一個 能量 那我想剛剛他有點回答 就是說他們現在的資源 不一定不夠 不代表他們工作 而是說現在資源不足的時候 他們可以做到的 可能是目前的計量 因為 filter這件事已經不容易了 所以我們每次會想說 現在政府資訊公開 但是資訊公開 so what? 沒有人去解讀它 他們現在做解讀的工作 已經花了非常非常多力氣了 那可能 這是大家對你們的期待 不會覺得千金重 對 我另外想回來的問題就是說 事實上在做公共政治的討論的時候 事實上是你需要有一些政治 或是經濟 或是法律 哲學 等等的一些 深厚的人文背景 然後你才有辦法對那些事情去 做非常有意義的深度討論 或是你就會這樣揚護奇摩 新聞底下的那種 莫名其妙的對話 那是我們期待的文化對話嗎 我想並不是的 那這就突顯出我們國人 普遍對於人文科學 社會科學的基礎的嘗試知識 是非常不足的 所以 莫嫂現在在做一件事情 我們剛才年底有開始 就是我們做了一個叫做公民學院的東西 公民學院的東西 我們的幻想 我們的夢想是這樣子 就是 民眾要開始參與評論政治的時候 他必須要有一些基礎 所以我們現在找了陸佳安 然後 跟一群哲學社群的夥伴 然後他們現在開始做一些嘗試 我們開始在聯合報 有一個專案合作 叫沃曹哲學 那他的營運方式是這樣子 就是 這一群哲學科學 他們彼此之間會去討論 然後去寫一些 交流 要寫什麼題材 要什麼寫等等的 然後每個禮拜會產生幾篇稿件 然後彼此同彩的peer review 之後 決定要學哪一天去投給 聯合 然後這個東西就是 我們透過哲學的方式 去跟整個社會運動 他會去評論一個事件 然後那次是 有哲學的思考的架構 跟脈絡在裡面 然後讓民眾知道說 從哲學角度 他們是如何看 可以寫有事件 又看什麼事件 那哲學方式做完之後 我們接下來可以再去找 社會學政治學不同領域 那我們希望透過這樣的方式 民眾可以 越來越有那個能力 去深入的對 對這時候去產生對話 思想的情容 但是還是要 真的有記者 願意把這個東西爬出 因為真的 opinion現在非常多 但是真的好的 quality的 journalism 沒那麼多 所以我覺得 就是各自扮演不同角色 還有人 呃 30秒回答 就是提問好嗎 智慧先生 智慧先生 你好 就是說 我想講就是說 現在就是有一個操作說法 就是說 其實現在選舉 最關鍵的是兩個人 就是說 兩個人 就是說 這怎麼講 選前置業 有沒有什麼神秘嘉賓 得到藍綠維對 那現在傳言就是說 是很神父熊的能德宋楚 那我想要請問請教 在座的年輕人 在我朋友認為 是兩個人 都已經是失去政治公信力的人 可以被主流媒體拿來 做為選前最關鍵的這個政治操作 那像握操作這種技巧 我不曉得握操 有沒有一個準備 那未來來講的話 我們啊 四年後我們要給應手中機會嗎 柯文哲本身 我們要讓他做巴黎嗎 就是包括我們這次團票 其實 明年馬上就要立委選舉了 台北市的四年後的市長 跟明年開始要選擇的立委 誰來決定呢 還是兩大集跟主流媒體嗎 還是說我們的 我們的論壇跟我們的這些年輕人 這批世代年輕人可以決定 我的想法是說 我們的年輕人可以 來決定來找出 屬於這個世代的政治人 要不然我們需要年輕人再次 好 謝謝 謝謝 那你是不是先把問題請我來 當後面聯繫權的選擇 然後再會有這種壞話給你 您好 我不曉得也沒有誤會我剛才聽到的話 就是說您剛才提到說 如果 如果我們請了一位法政府 我自己本身是反合的 但是我聽到的話 我覺得很容易 就是 因為你覺得你很中立 所以你很害怕 什麼樣的言論出現在這個平台上 那我覺得這好像是有點危險的想法 然後我是學政治學的 然後政治學裡面其實有壞話 就是地方就是政治 真的是很重要 就是會感覺到說現在 譬如說我的那個 那是這樣的 這些 這些比較就詮實的議題 不是真的 的議題會出現在 譬如說 那如果像說 譬如說 譬如說像其他的地方 那地方派遣其實是壟斷 當地的政治局建構 所以 當你們要 有這樣的一個 平台出現的話 要 會有這樣的人 就是 會有這樣的人群會出現來回答嗎 或是 也就是說像 我只知道現在 呃 台中的情況是 我只想到是不願意答的 那現在做 你只要能打少數 少數界提供 他就是其實 其實 呃 就是整個社群 就是整個地方 其實他還是沒有 一個公民參與期 那像這樣的話 你們會大概會 用什麼樣的 策略 會 能夠打入這些 這樣 譬如說台灣的 更有的角度這樣子 他可能要問 就是說 沃潮其實是一個 比較歐洲的一個 一個主持 那如果到一個 在地性的地方 他有沒有可能問 好 最後一個提問 好 四位先生 您剛剛聽到說 你們有資源的問題 是財務的問題 還是人財的問題 還是兩個都有問題 好 謝謝 他是不是給你 沒有引體 沒有引體 我先回答一個 原本這位先生的問題 就是說 我們並不是說 如果是由我們來介入 然後 來找這個回憑 臉評 這一個回答 或是政策的這個人 由我們來介入的時候 實際上 某種程度上面 就有一個 例子的問題 除非我們找到夠多的人 不然你對一個政治的理智 找一個人來評論的話 其實相對來說 又是比較危險的 各位 照清一下 你為我理智 我都找出 出於你們這個問題 是為大家剛剛會 有一個小聲問題 然後 至於說我們 是不是 為什麼 我們不是說 不想要其他 不同的言論在 這個上面發生 事實上 每一個人的問題 某種程度 都帶來一個立場 你在這個問題 底下的推跟訊 底下的公共的留言 也都代表著 各自不同的立場 所以我們並不是說 不喜歡 各自不同的立場的東西 或是任何立場的東西 在這上面出現 我們是期待的 相反的 我們是期待的 但是 如果是 有我們主要 一介入 然後 要去產生 像什麼樣的立場 的話 那個東西就先是 到媒體的平台的角色 在這網站上面 我們想要做的事情 是一個平台 如果說是 握草本身 我們編輯的部分的話 只要每個人 我們有寫東西 我們有做編輯 做了立場的呈現 所以你去看我們的報道 多不少少 你可以看到 立場的成績 是在裡面 所以我們並非不願意做做立場的表態 事實上我們對很多東西 立場的概念 蠻強烈的 例如說 多力成家 被死等等 對 對 但是這位先生的意思 他希望感到更多元的觀點 是不是 呃 應該是講說 呃 就是說 不是有帶著既定立場 然後 呃 對 因為我覺得你說的 切入這一點 在 以一個媒體的立場來講 是 以一個媒體的立場來講 是很 很違憂的一件事情 這也是我們的困難點 就是說 我們有做媒體的事情 像國威武雙 做事情很像媒體 他在 他的準播 然後我們做報道 那在 像牛馬這些東西 事實上 可能是提供一個機制 讓民眾在上面 自己活動 所以它是一個平台的角色 如果說 我們希望是 所有的民眾 不分立場 他都希望可以在這上面去活動的時候 我們就不宜在這個平台上去做 過多的立場的宣誓 例如說我個人 我隨時都會叫臉書上 我支持臺灣獨立 我支持貝斯 我隨時都可以講 但是 多少不會在這上面去 在這個平台 我們如果 我們要做設計 事實上給予馬的時候 他的機制就是一個平台了 如果在這上面 我們就跟你講說 我們是把貝斯的 我們是支持貝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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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不同觀點的人 還有可能會進來嗎 就會產生這樣的問題 所以 那是一開始在做事實上給予馬 這一個網站 設計的時候 他的一些互利 但是在 例如說 現在國威武雄那時候 你就相對來說 比較會這樣有問題 是 剛剛那位女生是說 那個上次 Urban的一個組織 它其實是很有都市味道的 那如果到了 柳地方的 你就說 像台中台中縣 如果現在要很大 大半鐘 有沒有可能會合作 目前我們現在去台中運作 那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說 現在的沐志祥先生 是沒有殺人回答的 那他基本上拒絕殺人回答 我們當中在選擇要開第二間分店的時候 事實上是通過一個敲碗區的基金 比如各地的民眾他們來聯署 然後最後是因為台中聯署 比例最高 所以有最多的台中 是希望在這個地方台中才能做 那我們為什麼會這樣子呢 因為做這件事情 事實上要投入蠻多的資源的 網站的架設 維護 工程師 然後當地的一些行銷的 編輯人員 這個都是成本 當然 有些地方 你可以註定就是他不會樂 比如說我現在去高雄 辦高雄是很圓 沒有想知道 因為高雄去選完啦 台中就選完啦 所以 清北市都選完啦 所以 所以 所以事實上 事實上如果說 我們去這樣的地方選舉 或是去做的話 可能就沒有辦法 我們譬如說這個 這個網站是 一個出貨共享 他沒有成熟到說 好我不行 我們當然也可以 所以我們可以把它當作 一個社會人士提供給大家 然後讓大家各地的 有防禦性能 就是這樣做 但是每個地方 能不能亂起來 那當然就是問題 那你剛剛講到 就是說 不用網路問這些民眾 然後那是 派系的問題 怎麼解決呢 派系問題 有沒有可能 溝通網路的解決呢 我會覺得有可能的 因為 因為大家知道 派系它的成因是什麼 派系原因多數是因為 有一群的 它在 知識上面 經濟上面 相對的弱性 就是 像我之前在台大武林 分院當作醫師 我在那邊 文序的時候 我在 古林的廟墓鄉鎮 去巡迴做醫療 那時候我就 經典的 就是建設的廟墓派系 很多你覺得 非常簡單的事情 你要去簽個 租立契約 然後或者是 跟民眾 跟人家的地方 往來 或者是什麼的 做很多 你平常覺得 很簡單的事情 很多的擦到事情 可是那邊老人家 他就不會 所以他一定會找地方的 他要投了里長的辦公室 鄉民代表的辦公室 這些我就是平常跟他 做這樣子的文化 所以投票的時候 就投給他 那有沒有可能 年輕人還幾個 這樣派系呢 那有可能啊 如果說 像是很多當年年輕人 他們願意去辦公室 做這個服務 派系還有存在的空間嗎 我想大家就沒有了 或者是之後再過幾年 所以 網路更加普及的年齡 到越來越高的時候 這個派系還有存在的空間 我相信沒有 所以 你看看越來越Uber的地方 就是派系就是 越來越有存在的空間嘛 所以 派系大概可能 要透過另外的方式解決 不太可能 透過這個網站來解決 那 我再說一個 好 關於剛剛講到的 關於剛剛講到的說 市場給微發 中文和其實有玩的 其實有微波島 是非常讚風的 在上上禮物 就是說 市場給微發 和在地化 是很煩 這是沒錯的 就是說像上禮拜五的時候 市場給微發 也就是台中 正式開戰的時候 就是我們下台中 他們都召開競爭會 可是最重要的是 我不是一個人 而是我台中的戰地團隊 像折衛星期五 台中 還有台中的三線共進會 等這些在地的會發 也就是說 這邊要傳達給大家的是說 今天市場給微發 並不是單打獨鬥 像市場給微發 也在台中 並不是我們台北 這樣遠遠的遙控 而是我們有 找在地的夥伴 來進行他的工作 所以來進行他的利益 那最後的話 在這邊的話 也還是變成說 希望培養的是 這樣的使用者行為 讓這樣的模式 成為一個大家的習慣 那今天 這些習慣 越來越被大家接受 從媒體一致一致的 看到說 後選人回答了 後選人回答 後選民提問了 選民提問了 慢慢大家接受 這樣的習慣的概念 大家慢慢希望說 欸我只是要這樣做的時候 在地化的團隊 他們來做事情 能夠遇到主意 就會越來越想 這是我的外服裝 最後一個 剛剛有一位先生說 你們到底 縣選手指令 什麼國區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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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的女區 人的女區 事實上 像我們這樣組織就是這樣 所以我們能夠做的事 大概就是在我們現任的一個財政下面去 激烈去做最佳飲用 那當然這是一個非常困難的課題 然後我們也在努力中 我們大概會做 好今天 你們兩個做一下 謝謝劉怡 謝謝劉怡 我要點問嗎 40尊的 我們已經超時了 我們待會 劉怡才會留下來 再留下來 我必須會 因為 我其實其實非常的 配付劉怡 劉怡在 三個月前做了一個很重要的決定 就是 她本來可以去 容總醫學中心認職 但是就是為了 能夠再為公平社會做多一點的付出 她現在每個禮拜 她就放棄了醫學中心的職位 那每個禮拜有兩份去考驗的診所 她的學長那邊去看診 那其中有一天呢 是到她的家鄉以來 她在羅東的監獄去看診 她也是想要了解地中的人權 我自己在媒體 我問清楚就是說 現在媒體的環境有多惡劣 當你想要去關心公眾事務的時候 基本上你是分身罰數的 那 那由於面對了自己成就長的一個 自己的希望 自己的影響 她放棄了很多人 一般人會選擇的 所謂的成功者 我們現在叫做魯蛇跟 文娜 文娜 對 Winner的那個生活 她放棄了東西 我覺得是很不容易的 那 她做這件事情 其實都花很多時間 她在臥草裡面是沒有執行的 所以她每個禮拜有兩天 是在臥草裡面工作 那 公視這件事情 我覺得是大家就給她一個很大的掌聲 其實我覺得 我不應該享受這種掌聲 因為做這件事情是一個 選擇 就是 每個男生就是女的選擇 那 我其實 你回報這件事情 我真的是 站在一個這麼 偉大的理想去做這件事情 我覺得是沒有啊 因為那就是我想做的事情 所以我就只是 做我想做的事情 我想跟大家講一個故事 就是 呃 我 在我做這個決定的時候 我的 微學院 學院老師 核心自然都心的 自己的講座教授 是愛學院教授 他 他 對學教育做這樣的原因 如果我學生是在跟他做 對學教育改革的事情 他是有隨便辦 然後 我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很多老師是 就是 不太 高興的 因為他們覺得說 我們栽培很多久 就是要讓你好好做一個 醫生 然後你下一個這樣的機會 你怎麼做這個 他們有點 有小學生一開始就有點失望了 那 可是這位大學教授 他跟我講說 他 他 一開始才是講他的失望 哈哈 可是他後來最後之後 他跟我講說 他想到一些事情就是 他覺得呢 就是 你做每一件事情都是在 呃 在幾件事情去做分配 就是你單純的工作 是 是 是一個你完全人生的 那個 場景的規劃 另外一個是 就是 你內心裡面的那個 招牌 那個聲音 然後 我們每天做的事情 大概就在這三個年 去做分配 那當然 我們都會越來越希望說 你內心 那個部分 越來越多啊 因為 那個 那個 你不要說那個需求 一支支牌 就是你的自我實際 都是 最重要的 那我會願意做這樣的選擇 其實 也是因為 可能是因為 我的 物質需求 沒有那麼高 所以我覺得 啊 我其他份 底下的運動 其實我現在正常看著 我說過 會真的很差 會真的很差 很夠我 做我想要做的事情的 所以 我這個底下的需求 會變滿足的 所以我就多做一些 扣連的部分 所以 你要說這是一個 這個什麼 偉大的事情 這其實也是一個 這個自我實際會 所以 我覺得 我 我其實 對這個掌聲 有點 心虛 我滿心虛的 沒有 我在先督你 這個掌聲 要給你先督 好 那 覺得 就是 等於在看病的時候 他常常覺得 一個 健身司機 他開了車 然後 到他的掌聲裡面 他可能一天坐了 十個小時 那他吃了一個 很油的便當 那他沒有時間運動 他覺得他只開了一顆藥 兩個藥給他 並沒有辦法解決 這個人 人生的問題 所以他現在 換了一個 另外一個角色 除了醫生以外 他希望能夠 盡可能用他自己的營養 來改變這個 生物的結構 那我自己覺得 這個掌聲 是要給你 然後這個掌聲也是 給臥槽的 所有的發揮成員 我希望你們能夠做得更好 那我不知道 現在是有小微圈牌 要不要 幫忙我鬧一下 QB等一下 好 我們目前 我目前就是沒有 還沒有開發 一個定期的 或是開放小微圈牌 我們之前有過 就是幾色木質專班 那 已經做過 那一陣子之後 也許會有一些方式 就是希望民眾 可以給我們一些 支持鼓勵 那這個東西 所以我們會盡量去做到 越透明 越 擇心 越好 我們希望自己 不要是像某些 一些團體 他們收了非常多錢 然後都公開掌握物業庫 告訴民眾 在幹嘛 那我們希望 這個 這個團體 如果我們其他會 會有這樣子的無法 我們會讓民眾 知道每一分 每一秒 每一分好錢 到底花到什麼地方 然後你覺得我們到底做得好不好 你如果做得好 最後我做得好 你再一次說 然後你覺得做得不好 但你就支持別人 那這才是一個 更正常的現象 好 其實又覺得我們要選舉了 那公平不滿 如果想跟你們 會因為一次的選舉的結果 是不是你喜歡的 或選當選 那就可以 不服務 就結束了 我想是一個 持續的常態的 希望我們不斷 持續前途的 所以希望大家今天禮拜十五的時候 還能夠明天後天 把這個消息告訴朋友們 就是上這個網站 去看一看今天或許 到底怎麼會打了沒 那今天謝謝 有李偉 還有林祖儀 現在兩位子掌聲 謝謝